欢迎收看联合国周刊 本周联合国高级官员警告称 一些冲突局势中仍普遍存在性暴力祸害 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帮助幸存者重建生活 缅甸少数民族罗欣亚族正在遭受暴力 超过60万族人逃到邻国孟加拉国 暴力危机还导致缅甸40万罗欣亚人生活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 联合国救援组织高级官员在访问该国后表示 仍生活在缅甸的罗欣亚人行动受限 会面临艰难处境并被边缘化 难以获得健康、教育和其他基本服务 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年会 主要关注土地、领土和资源的集体权利 土著人民只占全球人口的5% 却占到全球最贫困人口的15% 联合国主张保护土著人民的土地和资源权利 这是解决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的关键环节 感谢收看联合国周刊 我们下周再会